字幕提供 OK 那我今天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澳洲的塔斯曼尼亚大学 130年建校的 那我们是几个沙岩大学之一 那沙岩大学在英国来讲的话 就是所谓的红专大学 那但是对澳洲来讲的话 就是也是非常古老的 一个有排名很好的学术大学 我们一开始只有三个老师 跟11个学生 在130年前 那你看我们有多好的 一个教育历史跟背景 在支持我们整个的学术地位 好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塔斯曼尼亚到底在哪里 现在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塔斯曼尼亚到底在哪里 他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这边是澳洲 然后澳洲最南端 这边有一个小岛 它叫做塔斯曼尼亚岛 塔斯曼尼亚 那我们看到台湾在哪里 台湾在这里 所以台湾我们要坐飞机 坐到这边墨尔本 或是雪梨也可以 当然 那你就从这边坐飞机到墨尔本 然后再从墨尔本的转国内 飞机到塔斯曼尼亚 那它放大一点就是这样 它是一个星形的一个岛屿 气候非常的温和 然后四季也很分明 我们短程从雪梨 刚刚讲了墨尔本到雪梨 后雪梨做短程的飞机就可以到了 墨尔本大约要飞50分钟 或雪梨大概一个多小时 这样子就可以到塔斯曼尼亚了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说 你看我们从墨尔本 然后下来到这边星形的岛 我把它放大在这里 看一个星形的岛 然后我们有主要校区 Hobar在这边比较南部一点 那Long System 这个课程是在北方一点点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校区 比较小一点叫Burnie在这里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校区在哪里 你看往上看这边 Roselle在雪梨 那这几个校区分别提供的课程 都有少少的不一样 比方说雪梨来讲的话 是很靠近雪梨的这个Sydney Harbour 然后我们只有课程 就只有Nursing Battle of Nursing的话 可以在那边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Nursing这个课程 如果说有一些学生对这个Nursing 有兴趣的话 我们有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跟不一样的课程的长度 你可以去做选择 然后Long System的话 是在这边 那是也是我们这个AMC Australian Marine Time College 的澳洲海事学院的最大的一个所在地 那其他的 比如说Hobar Hobar的话 我们又有两个地点 那我们有一个地点叫Sandy Bay 就是我们最古老 最传统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最近也把一些科系 我们现在有一个城市中心的校区 就是我们中文会讲 叫做城中区 对不对 我们又把城中区 但是很近 两个离非常的近 所以开车差不多走路 才7个小时 15分钟就到了 那开车的话5分钟 所以在城中区的话 就是我们的MEDICAL SCIENCE IMAS我们最好的一个南极学院 然后Creative Art都在这边 所以现在对TASMA 有一个稍微的印象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TASMA它本身 这也是我们非常骄傲的地方 我们是负的碳排量 那我们2019年下降了1.68的兆顿 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地方 然后第二点 我们有5分之1的面积是世界遗产 所以整个岛上都是非常丰富的文化遗迹 这样子 还有刚刚我们提到一点 我们100%是我们的再生能源的自我发电 所以我们有自给自主的目标 我们自己已经有达到了 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我们这边是南极州的一个入口 所以当然冬天会有南极风吹外 有人说很冷很冷 其实很冷的话 都大约在负的一度两度 好 这个最重要 我们台湾都很喜欢看ranking 我们来看我们Aerial Strength在哪里 我们最重视的也是我们最有名的 就是我们的气候行动 Climate Action 我们是全世界第一的 非常符合2022年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 我们影响历史牌第一名的 其他我们的商学院 也经过了ACC SB这一个认可 那也是一个有Quality的商学院 农业在全球排名15 然后我们的Marine and Ocean Engineering的话是29 然后值得一提的话 还是我们刚讲到的护理系 是前10名 这我们都是全球排名 然后我们可以到下面来看 你看我们是第4名 In the World for Marine and Fresh Water Biology 海洋跟淡水生物 还有第7在全球 Bose Fishery and Ocean Geography 渔业跟海洋学的话 我们在第7 还有我们2023年在QS排名的话 我们是293 但是如果说在 Best Global University的话 我们排的是273 所以我们是全世界排名前300档 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有一个叫做 Institute for Marine and Antarctic Study 我们的海洋跟南极研究 那这个是国际公认的一个 我们非常卓越的一个研究中心 所以我们有海洋 我们有南极研究 我们南极研究 我们有大学 也有硕士的学位 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谈到一下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Tasmania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Tasmanian农业研究所 所以如果说您对农业非常有兴趣的话 我们的研究所这个农业就绝对可以符合 跟达到您所需要要求的一些学习的境界 另外一个需要跟大家一提的 就是我们这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Australian Marine Time College 我刚一直在讲的AMC 那是澳洲公认的海事研究教育跟培训的 最顶尖的一个中心 另外一个也是跟大家讲的 就是我们这个呢 其实其实一直在 台湾的年龄一直在老化当中 那会有很多的失智患者 其实越来越多 我身边的长辈 自己的长辈跟同学的长辈 跟朋友的长辈 其实都有遇到过 这个失智症的问题 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您对这个失智症 有兴趣 然后想要做进一步研究的话 我们这一个Wikings研究中心 它是最前上的 最顶尖的一个研究中心 所以您也可以来这边读书 好 我们先从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会先从 这个College of Medicine 那个健康与医学的学院开始讲 那我们会先讲的 就是这一个所谓的大学学位 我们现在这个学位 叫做Bachelor of Medical Science and Doctor of Medicine 这个是五年的一个学位 这个从今年开始 我们把这个他的内容 跟他的名字 我们都改过了 以前叫做Medical Science 跟Medical Research之类的 是两个大学的学位 变成一个 但是现在我们今年开始 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学位 都把它提 因为有一个Doctor of Medicine 所以他把它提升到一个 叫做所谓的硕士的一个程度 那也是五年 五年就可以读完 它并不是学士后研究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当作 成学士后研究 意思就是说 你高中毕业来读也可以 你大学毕业想要再读Medicine的话 当然就是要符合人家的 所以但是就是说 你大学高中毕业想要来申请 也可以 大学毕业之后想要来申请 当然也很欢迎 所以这两个都可以的 我们最主要的校区 它就位于在我们最主要的校区 而且我们只有两个月的 这个intake而已 就一年就只有这么一次 高中毕业的同学 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 请你要注意 你的高中毕业成绩一定要95分以上 或者是你的学测 G-SAT要有54分 如果你读的是IB的话 记得要有36分 那这两个其实是需要并存的 你要嘛就要有95跟54 或者是54或36 你要其中一个都一定要学测 就对了这样子 那你没有学测的同学 没关系 对不起 IB的话36就不用学测了 高中要95分跟学测54分 这样子一起送 IB的话就不用 然后你高中一定要有一个 所谓的chemistry这一颗 几分呢 其实学校不会去看你的分数 所以你只要不要太差 不要说60几 62 63这样子就有点 因为毕竟你要看病嘛 那你chemistry这么差的话 可能学校就没有办法 放心的把这个病人以后交给你 这样子 所以chemistry的话 你基本上都要有70分以上 学校才会去concure 但是他没有把正确的这个 一定要几分写出来 雅思7.0 no band less than 7.0 所以雅思一路都要7.0 四个band都要7.0 到底 ISET一定要考要50分 或者是你可以考MCAT G-SAT这些都可以 但是都要50分以上 所以就是你要申请的话 高中毕业成绩95分 然后高中毕业成绩也要chemistry 然后雅思要7.0 然后你要考过ISET这一些 还有一个 大家这个唯一的 就是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 他有一个application fee 那这个的话就需要有一个申请的费用 让大家知道一下 好 我们这一个医学院 这个bush of medical science 跟doctor of medicine的优势在哪里呢 我们的internity是百分之百成功率的 没有guarantee 在没有guarantee之下 我们就可以成功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我刚一直强调 我们是在岛上唯一的一个大学 那也是唯一的一间 大学有提供这个medicine的学校 那所以所有的 你看岛上 岛上一定会有大 一定有医院 有clinic这一些 那这边呢 所有的这个不管是医院 还是当地的clinics 他都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大学毕业生 一定要先priority 所以呢 工作那么多 毕业的人不多 所以我们的这个供给量supply呢 一直大于我们的demind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internity是百分之百的 甚至于说什么 甚至于在本岛的有一些大学呢 他们的医学院都会超收 就是说他们学生 当然不要说超收 就是他们学生收的量会很多 但是呢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个internity的机会 我们曾经有一个老师呢 他自己呢 是在本岛 我不要讲哪个学校 在本岛的大学毕业 然后医院毕业 但是他一直苦苦苦恼 找不到internity的机会 所以他最后呢 有到了我们这边 当然是就是我们 不要说减慎的啦 但是就是我们用完之后 还有机会这样子给他 所以呢 他就在那个Tasmania呢 做了他自己的internity 然后他就留下 在我们大学里面教书 他是一个我们还蛮喜欢的 一个讲的一个case 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什么呢 你学习实习结束之后呢 毕业生可以选择很多的专攻的领域 为什么 因为岛上有很多的专攻领域的医院 你都可以选择去跟着疗程 或跟着医生 所以这些都可以让你做这个专业的选择 另外一个呢 我说我们这边有写 Employment in Tasmania 就是我们自己呢 长远程的计划来讲 需要医生的 所以对很多的 不管是国际学员来讲 或本地学员来讲 的话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留下来工作的机会 因为你会被需要到 你一定会被需要到 好另外呢 我们来看这个叫做Bachelor of Pharmacy 我们的学士 要学学士的荣誉学位 为什么讲荣誉学位呢 因为他本来是四年制的大学 但是呢 现在呢 我们把它挤成一个变三年制的 我好像没有很多时间对不对 好 我已经用了20分钟了 我讲快一点 好这个的话呢 用三年的话呢 我们高中毕业成绩75分 那这个就不用高中成绩 跟技学策一起 只要你要其中一个就好了 你如果说高中成绩没有75分 但是你的技术有36分 你还是一样 可以很欢迎你来申请 IB要25分这样 但是这也是一样 因为你读的是Pharmacy 你一定要有Chemistry跟Mathematics 在你的高中里面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我们有所谓的Foundation 有Fast Track Foundation 或一整年的Foundation 你可以去把它补足 补满这样子 那IELTS的话有6.5 或者是不少于6分 这个的优势是什么 但是我们澳洲是唯一三年制的Pharmacy 那四年就可以读完 但是三年就可以读完四年的课程 那三年读完四年的课程呢 我们还是仍然很精心的 把450个小时的Placement Hour 都把它放在这个三年的学程里面 所以就是说你第一年你要读三个学期 第二年也是读三个学期 第三年读两个学期 这样子 那一样你看到我们下面这边 百分之百 我们有2020年的我们的毕业生 在四个月内都有找到工作 而且这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配备跟英文 所以你的英文如果说没有那么好 我们刚讲说 它的需要的英文是6.5跟6.0 14个小分都不能小于6.0 所以如果说你的英文刚刚好有一颗 Sleep 5.5 那你还是可以先来读语言学校 然后再衔接上去的 好 我们刚刚讲的Nursing Nursing的话呢 有三个课程 一个是三年制的 只能在Lawceston 另外两个是两年制的 两年制的呢 就是我们叫做Accelerated 就是加速版的精华版 然后一个是在Hobar 另外一个就在Sidney 这样子 收分就是我们收学生的分数 有一点点不一样 三年制的70分 但是你如果说是在Hobar 我们的主要的校区的话 它需要你有80分 但是呢 你如果说是去到Sidney读的话 也是需要70分就可以了 所以Hobar是唯一一个 校区需要80分的 其他都是70分就可以了 也是的话 因为你需要沟通 所以它一定要你要有7 那也不能少于7 这样子 它的开学日期 有一点点涨 它是在1月中旬 但是我目前呢 慢慢的想要把这些 1月开学的都转到2月 就是慢一点点 跟大家一起开学 那这个是在发生当中 Ing的一个事情 这样子 好 Physical的话我先不讲 但是我昨天真的有遇到一个学生呢 他是想要读Physio 然后呢 我也遇到过有几个 台湾是打球的 就是大鱼毛球的 或者是运动的选手 他们呢 大学毕业之后呢 都想要再读Physio Therapy 这个物理治疗 这个科系 但是物理治疗的话 它需要有一些些小小的 比如说呢 Antonomi 接迫学 Psychology 这些也要啦 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再跟那个 连络 好 另外一个呢 也是Sport Science 也是因为拜周天成 我们这个课程的询问率 最近也是增加很多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再 你再跟我 也是跟迪奥联络 这个的话 OK 我们的最受欢迎的课程 Master 就是硕士学位的 那Qualifying 这个是什么 就是你毕业了 就是一个全职 就是一个有执照的 一个社工 就是社工 那社工在国外的话呢 非常非常受到尊敬 跟一个欢迎的一个地位 因为他们真的 他们的社工也需要人 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毕业 全职毕业率 比全国高出了三个percent 然后它是两年制的 硕士都是两年制的 这样子 好 那学术要求的话呢 比较复杂一点点 就是说你有八科呢 就是八个单位 就是八科的意思 就在你大学里面 你要有什么 要社会研究 Sociology 这些的一个背景 没关系 有需要 我们再来研究 这让你知道说 我们有这一个 Qualifying的特程 这个是我们的 Business and Economics 的这个学院 那主要的是说有两个课程 一个是经济学 另外一个是商业 Business的学识 那个商业学识的话 它有两年的 Accelerated的课程 然后呢 或是你要读三年的 也可以 但是加速版的这种课程的话呢 它能Specialize的主修 就只有会计学 市场行销 跟管理学这三个 如果是三年版 正常版的 它能选择主修 都会比较多一点点 高中毕业 70分就可以申请了 只要说你只要有高中毕业 你就可以申请 那你也可以申请两年的 也可以申请三年的 所以有没有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跳板 当然好啊 你两年拿到一个 你高中读完 三年高中读完 你就去读了一个大学 两年就可以读完 那你最后可以 直接去升硕士版的 为什么不要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捷径 跟读书的一个方向 所以呢 你高中70分 然后呢 雅诗要有6.0 跟5.5 这样子 那高中毕业的话呢 只有我等一下会讲 80分可以 80分或85分以上 就可以申请 我们所谓的 学业有两奖学金 好经济学硕士的话 这我稍微停一下就好了 JubGrove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career里面的话呢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 Analysis 这个的话 有每一年有24.7%的成长率 另外一个Policy and Planning Manager 10.8%的成长率 所以如果说 你是读经济学的话 你会被这一些产业需要到 好 硕士班来讲的话呢 我们有非常红的一个 Master of Official Accounting 然后呢 他的这个专业呢 你可以申请到什么 永续商业会计啦 财务规划跟医疗会计这些 他的好处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先放到这一页给大家看 学士学位以上 就可以申请 或者是相等的非会计学科学位 那建议你要65分的大学毕业 就可以申请了 如果说我大学明明就读我 Content 那我可不可以再申请 你可以申请 没有问题 那到时候学校会考虑 看你学过的东西 是不是会帮你把一些学分 Wave掉 或者是他可以Wave掉你的 基本上0.5年的学程这样子 好 然后呢 这个课程呢 是被我们的这个CPA Australia澳洲会计师工会 还有这个澳洲级纽西兰特许 会计师工会来认证过的 这样子 我们的保证实习机会 这是对学生来讲非常重要 实习机会 我们是保证 跟学生保证的 好 这里就是说我们的 Content有多么的需要 然后每一年的这个Jagros有多少 这个呢 Art Law跟Neugation的话 我就会跳过去 先不讲 但是我稍微提一下我们的Law 我们的Law的话呢 这个法律 我们的律师 当然你读完初完 你要考一个律师执照 但是呢 在Tasmania70%的律师呢 都是从我们学校的这个法律系毕业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也是读法律系毕业 你说嘛 学长学会不会帮你带进去 当然会 所以如果说你是对这个法律 有兴趣的学生的话 这个我们的法律 也是对您来讲非常好的一条路 我还记得丹麦还是哪里的 公主女王 但是很久之前 20多年前 他也是读我们学校的Law比业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这个应景的一个科系 也非常popular engineering 然后呢 为什么我想要读我们的engineering Tasmania 我们用再生能源 用再生能源来发展更好的技术 然后呢 我们也有这个赛车团队 F1的这种赛车团队 跟这个电动赛车的人员 一起来做这个赛车的模拟 跟设计 engine的这些需求 我们都有这些专业的团队 跟学生跟人员在这边 然后呢 很多的大公司呢 我们刚刚在这边你看得到的 有实习的机会 等着你来发掘而已 然后Betcher of Engineering的话呢 专业方向 我们有土木工程 有机械工程 有电机电子工程 然后呢 电力工程 还有电子与通信工程 所以呢 你毕业的时候 它是一个Betcher of Engineering 就是一个工程学士 但是呢 你会有一个specialization在你的底下 这样它是一个四年的课程 因为它是一个honor degree 它是一个荣誉学士学位这样子 而且呢 它只有恩怨开学 而且它只有在后把这样子 高中75分 那没有 OK 它有需要pre-work 你要有学过physics 还有你的数学也要够好 所以可能男生 或是我们第三类组的学生 会比较适合一点点 好 那我们也有一个硕士的课程 Engineering的 然后呢 它的话 雅思要6.0 那分数的话 基本上呢 你一定要是Engineering背景的人 来申请 那哪一科的话 其实学校没有太大的规范 但是你要Engineering的背景 因为它毕竟它是要 它不是教你从头开始 它是一进去 你就带进去很深的 比较深的一些学科方面去了 所以需要有 但是大学的毕业的成绩 大约在65分之70分之间 我们就很欢迎你的申请了 那学费呢 大约在11万5707两年 这样子 好 我们刚刚讲 这是硕士的specialization 我们先跳 有一个比较 这个timber design就是木材设计 那这个是我们 全澳洲就只有我们 有这个engineering specialization in timber design之木材设计 所以如果说您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请您不要错过我们 好 The Korea Opportunity 我也挑过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Marine Time 这个海事的 那海事工程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是在南半球呢 是最好的一个学院 那也是最好的一个课程 那不管是船生的制造啦 海上工程啦 或者是 另外这个叫做 Marine Offshore Engineering的话 都是在南半球里面 我们就是最好的一个学校 跟一个科系 Job Opportunity 不用讲 你看哦 Federal Government investing heavily in defense and submarine and huge upcoming investment in social energy 你就知道说我们多受到重视了 好 我们刚刚看的是 海事工程的大学部 4年1月进去 那我们刚刚有讲大学部的话 如果说你是engineering的话呢 你有造船工程 海洋工程 跟船舶与海洋工程 这几个专业 你可以来主修 那这个的话呢 另外的 除了这个主修之外呢 我们还有所谓的 2 plus 2的program 你可以在我们的合作的 这三个大学里面呢 去交换2年 那或者是说呢 你4年之后呢 你还有一个第5年 他们也陪把它 弄成一个5年的一个学位 那这第5年呢 就是一个cooperative的机会 就是说你到 学校合作的这个 企业厂商或者是 公司 行号 或者是研究单位 去工作1年 这样子 那这样子出来有什么好处 你会是要花1年去工作 因为第一 他是保证你有工作 你进去就是一个工作机会 第二呢 你出来之后呢 你就不再是从 最前的一个学徒制开始了 你就是已经是中阶的 一个主管级的 一个水准跟水平的 所以对很多学生来讲的话 他们宁愿花那1年 来节省后面的很多年 好 那我们刚刚看过的 Physics跟Chemistry 还有High Level 这个Mathematics都需要 另外一个大学的方向呢 我们有全球物流跟海事管理 那大家就知道 我们在COVID的期间 这个新冠肺炎的期间 我们的阳明海运啊 还有什么海运 阳明海运 长榮海运 都股票都断到棒嘛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跟你的这个 非常的有息息的相关 尤其是我们台湾的 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岛 我们自己台湾也是一个岛 然后我们高雄跟台北 台东其实也是 但是我们也是一个港口 那我们的港口非常的适合 对这个有兴趣的学生 来读这个物流 求求物流跟海事管理 那对有兴趣的学生的话 出来的工作 那你就不用担心 一定被抢着要的 好 而且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做Logistic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或者是Marine Time Technology 或者还是一样 Management Marine Business Management 你需要大高中毕业70分 或是GSE 32分 然后亚师6.0 5.5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的话 他说 15000个工作机会 在整个 这个industry 在整个澳洲 来等着你 来接这些工作 为什么 他说 接下来50年 不管是这个船 造船 或者是 物流管理 都是蓬勃发展的 另外一个是我们最有名的一个科系 就是海市井南洋科学学士学位 那这个的话 我们刚一直在讲 排在海洋跟淡水生物里面 排第四 渔业跟海洋学里面排第七 那当然就是你只要是这里的学生 你就可以变成澳洲的 这个海洋科学学会的 协会的一个会员 那入学要求很简单 65分以上就好了 而且你G-SET只要30分 那但是你需要物理数学 跟化学这三个课程 然后雅思其实要求的也不多 但是你有好几个 专业你可以去专研 有人问我说 那是不是一定要 要跳下水去做这个研究的动作 有一个妈妈问我 她说她怕危险 那我其实我很小心的问过学校 她说不会啊 这不是一个需求 你不一定要跳下去 你可以在岸边 然后操作机器 然后你还是可以透过 因为他们机力太先进了 你还是可以透过机器 看到很多不一样海底下面的变化 但是因为你 但是学校也强调一点 很多的学生 其实很多很多的学生 既然读了这个海事 跟南极科学的话 他们都很喜欢跳到海里面去 有没有安全 百分之百安全 是学校保证的 他们说他们也不可能 拿学生或自己 学校老师的生命去 开玩笑 所以也请大家不用担心 好 还有这个是三年的学位 我看后面有没有写 好 这是三年的学位 第四年的话 你可以读到 所谓的这个Honor degree 这个Honor degree的话 你读的时候 你就有第四年 你前三年还没有 你第四年读了之后 你就有机会 乘他们的南极 船到南极去研究 如果你对南极的很有兴趣的话 其实很值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再去一次南极要多少钱 我记得我好几年前 去了一次北极 我去阿拉斯加看极光 我一趟飞机跟旅票 旅馆 就花了我一个人 就15万 几天 10天不到 8天吧 这样子 然后也没有看到极光 因为去的时候好像不够能 我都去了 然后还是没看到 但是如果你是这边的学生的话 学校就不用付钱 你是学校的一个分子 你就可以理所当然的乘船过去 当然我们也会有这个硕士班的 Marine Antarctic Science 那他可以专注在游业馆里 永续水产养殖 Aquaculture 或者是海洋生物学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要跳进水里面 或者不想要 怎么讲碰到这么多石座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读这个Governance and Policy 这个治理政策也会是你非常好的 一个一条路 这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的 不管是永续或者是环保 或者是海洋政策 这些都需要靠这个Governance and Policy 这一个学科的学系的学生 来制定来帮忙来推广 所以你几乎会离不开桌子 因为你不用下去水 但是你就是比较会是这种 这种政治人物或者是 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员 这一类的职位 好的 那硕士班的话 大约在75分左右 你就可以申请这一个科系了 那雅士的话要6.0 好你的大学背景呢 一定要怎么样呢 一定要有Life Science的 一定要有 所以如果说是读什么 应用外语啦 教学这些完全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比如说 Biology, Chemistry, Environmental Science, Zoology Plant Science, Marine Biology, Ecology 这一些的学生 好 另外一个 当然我们硕士也会有这个物流 供应链 那这个就跟大学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这个是我们是物流跟供应链的管理 那也是全球的 那这个的话呢 如果说你大学本身就是读了 这个物流跟供应链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缩短照 当然学校要会去审核 那如果说你大学就读过了 或者是你本身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的话 大学会把它缩短到1.5年 这样子 基本上它不要求你任何背景都可以来申请 所以没有背景的读两年 有背景的你就读1.5年 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亚斯6.0 其实不难 亚斯6.0 然后四个分都不要超过 都不要低于6分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 你的最终业其实就是你的第二年 因为硕士是两年 你要做什么呢 然后这个有价值的12.5的学分 就是说你要去真实的残酷的现实的企业环境里面 你要去做他们的strategic 就是策略性的政策性的顾问 那跟公司去讨论这样子 这个是你的最终业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的课程 从头到尾都不是理论性的 都是很hand down 就是你出去的就会 马上可以接着上工作的这一种 非常适合现在的社会的需求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Mustle of Engineering 我们刚刚也有说 我们有一个Mustle of Engineering 我们刚刚有说到的 其他这些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木材设计 木材设计专注于木材工程的各个方面 从什么住家搭建 是化作为一提供木材研究的 一个研究生的课程 好我们课程稍微讲完了 我们跟大家来 分享一下我们的奖学金 那我们奖学金有几种 如果说你的成绩非常好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做可以达到50%的奖学金 那叫Dean's Merit Scholarship 这个谁可以去决定 你申请的时候 学校就会去帮你做决定了 另外一个如果说我没有那么好 其实Dean都差不多要90分 95分 90几分以上 看那一年 你整个扣候 你整个申请的人 他的水准是怎么样 所以你是跟其他人去比较 所以没有一个一定是几分以上 所以第二个就叫做 Tasmanian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这个你只要有高中成绩了 85分以上你就可以 他也是自动申请 也是25% reduction 从你的这个学费里面扣起来 所以你在申请的时候 我们的emission 就会去看你的成绩是不是够好 所以你在猜你的这个 你接到你的offer的那一天 其实就是还蛮刺激的 有offer 有scholarship太好了 Bingo Bingo 那个Win-Win的一个 或者是你的可能没有到85分 你只有83分 人家可能没有给你 或是那一年可能85分的不多 或者是怎么样 也有可能 所以85分我们是说一个benchmark 是在85分 所以你到时候你拆开你的 admission的时候的那个letter的时候 收到了你就可以看得到 说你到底有没有拿到 这个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另外一个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10%的这个 这个scholarship 所以到时候如果你有申请的 两个都没有拿到 50也没拿到 25也没拿到 没关系你跟Dial讲 我们再来想办法 看能不能帮你申请到 这个10%的这个奖学金 这个宿舍的话 其实真的是蛮新的 那有不一样的选择 跟不一样的价格 如果说你已经有兴趣要递交了 我们有一个hova apartment 这个是最受到欢迎的 跟那个melville street 这两个是最瘦的话 因为它也最贵 表示什么它是最新 然后我记得是这一个吧 它有那个独立的浴室这样子 那其他的话呢 比如说Sandy Bay这一边 比较便宜一点 说实在话也比较旧 然后要用的 要share的这个 这个facility也比较多 但是国外本来就是这样子 我以前在国外读大学的时候 我也是啊 全部都是share 厕所share 厨房share 我只有我的房间 没有跟人家share而已 但是美国有 美国有一些 有一些房间是你在大学的时候 你还是要跟人家 一起做那种两人房的 这种share这样子 long system会比较便宜一些些 所以如果说你的校区 刚好是long system的话 那恭喜你 你的cost of living 你的生活费也会少 你的宿舍费也会少 然后呢 那个CP值也比较高 不管哪里整个在 那个塔斯玛尼亚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CP值非常高的一个地方了 好 然后呢 学校会有很多 不一样的club跟society 有130个studentclub andsociety 让大家去 传播去探索 去有机会的发掘 自己的兴趣到底是在哪里 然后support跟well being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请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个 它不只提供 这个 怎么讲 support effectivist 它不只提供你writing 这些东西 它也有怎么样 它也有提供你 counseling的地方 然后它还有提供你 怎么样去做 这个quad这个bibliography 就是你在大学要生存下去 不管是硕士班 或是大学部 你要生存下去的 所有的这个technique都需要 它都会教你 一定要 你一定要听清楚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的小孩 在其他国家读书 他在quad的时候 他不小心 他在网络上就抄袭了 一个q&a的地方 然后他不晓得 那个叫做抄袭 他就把整个东西都加上 他就想说没关系啊 好 结果被老师发现 老师就一绑 也不是告上去的 老师一定要揭发 就把他拿到了 不是推到 就是brought it to 那个学院去 他读psychology的 然后呢 学院就写信来 然后就要他 就是有点像那种审判 那种这样子去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要去辩驳自己 然后后来学校 那个学校也很好 就是让他说 他是国外学生 这样子 那就没有再跟他计较这一些 但是呢 Pasmania呢 我们有这一些课程 跟这一些support 你有在那边 所以你一定要去使用它 你才知道说 有多么的珍贵 跟多么的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